今天吃什麼? 阿King跟你想點它 材料有一條涼瓜 我選用豬骨湯 有魚片和帶骨和帶皮的魚肉 還有紅蘿蔔、蔥頭、蕃茄、薑和蒜頭 首先煮滾水,把蕃茄去皮 很簡單,切一個十字 放入滾水道,攪拌一下 拿下來浸泡水,很輕易把皮撕掉 紅蘿蔔切片 然後切成苦瓜 我們要把蕃茄刮出來 把蕃茄刮出來 刮的時候,可以刮深一點 刮到,看到青色的 白色的,可以刮多少便多少 苦瓜,待會煮出來,就不會太苦 我們把蕃茄刮出來 這樣切片 好,準備好材料 我們就可以開始醃製魚肉 先來醃製魚肉 這些魚片,沒有骨,沒有皮 我們可以用一些雞粉 少許糖 骨 donn malu 來出現蔥蕃茄 薯蓉 還有一匙米酒 擀擀 這種魚肉,我用豆粉水洗乾淨 鸡粉,1匙羹的鱼露 胡椒粉,米酒 鱼肉,1匙羹的鱼肉 鱼肉炸,鱼肉 鱼肉,2匙羹米粉 加入鱼肉,2匙羹米粉 搅拌均匀 煮滚油 先把鱼肉煎 再放开,不用亂炒 到另外一面,金黄色 就可以鱼肉 搅拌 加了一隻雞蛋黃,炸出來後,顏色很漂亮 金黃色 香噴噴 現在可以煮苦瓜 同一隻鑊拿出油,不用再放油 把苦瓜放進去,炒一炒 放少少糖,然後再炒 逼出苦味 下1匙羹的油 爆香薑和蒜頭 放進去,爆香 還有蔥頭 泡汁很香 紅蘿蔔,炒一炒 現在放入豬骨湯 如果不加豬骨汤,可以加鸡汤或清水 加鸡汁也可以 再加一碗水,煮滾 煮滾之后,可以将我们刚才炒过的苦瓜放进去 好,我们的番茄 接着,可以放入鱼片 鱼片没有骨 放入少许鸡粉 现在可以试一试味 试一试味,看汤的味道合不合 先试一试蛋白倒进去 然后,我们将刚才炒过的鱼片放入鱼片 哇,这个汤用来做的粗米粉 真是不能彈 几香 真的很好吃 想知道我下次煮点吗? 快点订阅我的频道 记住和你的朋友分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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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会让你先给你 会让你再试一遍 你先给你 再试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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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会让你再试一遍 再试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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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试一遍